可以看到現在窗外的天氣 太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情 現在外頭有34度的高溫 不過我們在捷運車廂上 感覺是很涼爽 那無論是從國外搭機來台的旅客 還是民眾想要搭乘高鐵來趟北部遊 只要搭乘捷運呢 就能避開艷陽一路涼涼玩 來到桃園搭捷運 當然捷運站附近的景點就成了首選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室內的攀岩場 要來活動活動筋骨 看我現在整身的裝備 我現在把這個吊帶都穿好了 現在要來馬上來體驗了 現在來挑戰攀這個10米高的牆 這個是初學者的路線 應該是最簡單的 那我應該是有希望可以攻頂的吧 緊緊抓握一個又一個眼點 腳步踩穩慢慢往上爬 這是全台百貨當中最高的室內攀岩場 我現在已經到達最上面了 那我現在要下去囉 克服內心的不安感 雙手放開垂降下來 接下來教練示範爆石 直見他整個人俐落往上爬 幾乎和天花板平行 接下來還越過近乎垂直的轉角 繼續往上 看完教練帥氣的示範 現在要來看我出球囉 觀眾可別期待我攀上教練示範的路線 室內的攀岩之後我現在還來挑戰室內的滑雪 現在這個滑雪機呢 好像大型的跑步機一樣 不停不停的在滾動 那我就在上面盡量的維持我的平衡 哎呀得意沒多久一個不小心就摔跤了 對比教練俐落示範 夏季到來室內運動真的很夯 室內滑雪場噎著說 暑假期間來客九成滿 比暑假前多出將近一成 那運動完要來點輕鬆的休閒活動 來到附近最新開幕的美術館 我覺得他附土做得很特別 台灣沒有建築這樣做 建築彷彿是一座城市裡的山坡 親譜兒童美術館 暑假湧入滿滿大小朋友 是和親子一起來體驗的還有最像 衝 純擺軌道上擺上球體 設計概念是城市軌跡 知名的水族館在A18站附近 美術館攀岩滑雪場 則是靠近A19方便抵達 炎炎夏日到如何涼涼玩 跟上我的腳步趕快出發囉 觀眾新聞 林雙玉 許玉成 在桃園採訪報導